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美诗书画 笔墨 中国风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诗书画 我是印海荣 春笋 又叫竹笋 竹肉 是竹子在春天萌发的嫩芽 春笋的味道鲜美 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欢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 就是一位资深的春笋爱好者 唐代都城长安 竹子不多 鲜笋更是难得 因此春笋身价不菲 但每逢春笋上市 唐太宗总要召集群臣吃笋 称之为笋宴 他用笋来象征国家昌盛 同时隐喻大唐人才辈出 犹如雨后春笋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吃笋也有一番研究 为此他特意写了一首诗叫石笋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 石笋 糖 白居易 此周乃竹香 春笋满山谷 山夫折迎抱 抱来早逝遇 物以多为鉴 双前翼一树 智之吹赠中 与饭同时熟 久为经落客 此味长不足 且时雾迟除 南风吹作竹 刚才我们朗读的这首诗 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石笋 我们都知道白居易曾经做过江州司马 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一带 这里气候温暖湿润 适合竹笋的生长 于是我们的大诗人白居易 在这里不仅大饱口福 还写下了这首石笋诗 诗的前两句 先交代了春笋 在这里不足为奇 数量极多 他说啊 这个周峻是竹子的故乡 在山谷里长满了春笋 农夫们上山采摘 满满一大筐春笋 报到早逝上去卖钱 在唐代 都城长安属于北方 并不适宜竹笋生长 所以乌以稀为贵 到了江州可就不一样了 漫山遍野茂林修竹 春笋的价格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所以白居易接着说 物以多为贱 双钱亦一数 至之吹赠中 与饭同时熟 因为竹笋太多 所以价格很低 两文钱就能买一大筐 这春笋买回家以后呢 诗人把它放到煮饭的锅里 跟米饭一起煮熟 赠是古代蒸饭的一种瓦器 有点像现在的蒸锅 听诗人这么一介绍 马上就让我们感受到 这春笋 赠饭 香气扑鼻 鲜美诱人了 接着呢 白居易似乎是劝自己 又像是提醒 久居长安的友人 说京城洛阳的人 很难吃到这样的美味 现在碰上如此鲜嫩的春笋啊 别犹豫了 赶快多吃点 不然笋可就长大 变成竹子 不能吃了 俗话说 清明一尺 鼓雨一丈 春笋长势迅猛 等春笋外层的笋唾 从深黑色渐渐变成绿色 这味道啊 就相去甚远了 这几句写得非常口语化 读了之后呢 我们好像能够看到 大快朵頤的白居易 一边吃着香喷喷的春笋赠饭 一边催着旁边的人 也多吃点 吃货形象 悦然纸上 令人捧腹 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 已经被贬为江州司马 但他的性格 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居易乐天 这样的开阔胸襟 让他即使远辙他乡 也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 这春笋 不仅实实在在地 融入了他的生活 成为不可或缺的美食 更像不被现实压垮的诗人一样 代表着希望 向上 以及层出不穷的力量 大美诗书画 笔墨 中国风 中国人对笋的喜爱 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上 在书法和绘画作品里 也不乏体现 今天我们要一起欣赏两幅 莫宝 分别是唐代书法家 怀素的《苦笋帖》和 齐白石的作品《笋》 怀素自幼就出家为僧 他爱好书法 与张旭齐名 合称颠张狂素 形成唐代书法 双风并至的局面 也是中国草书史上的 两座高峰 诗仙李白跟怀素 一去相投 曾在《草书歌行诗》里 赞誉怀素说 少年上人好怀素 草书天下称独步 怀素的这幅苦笋帖 只有短短十四个字 内容是 苦笋即名 异常家 乃可静来怀素上 这里的笋 和我们常见的 竹笋的笋相通 这帖子的意思是说 苦笋和明茶 这两种东西 异常加美 那就请直接送来吧 苦笋帖的字式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几乎每个字的行笔 都能放得开 但是在写墨笔的时候 绝不尽兴而止 而总是有节制的结束 并很快转入下一笔的旗笔 又开放纵横了 就这样以字为节奏 使放没收地循环着 比如说从第一个字苦来看 第一笔和第二笔的大壶放得开 而临近结束的小壶呢 却收紧了 当写第二个字笋的时候 又放开了 而到笋字中的日识 却收紧了 苦笋帖的这个特点啊 在怀素的其他作品里 并不多见 很有特点 好 欣赏完书法 我们再来看看 齐白石大师的单亲作品 笋 这幅画呢 收藏在北京画院 落款白石 整幅画风格极简 只有一颗鲜笋 用齐白石自己的话说 自己是带有疏损器的 所以才能把最简单的蔬菜水果 画得如此鲜活灵气 这疏损器正是来源于生活 常年沉淀在市井中 所提炼出来的艺术能量 白居易 怀素和齐白石 他们出生的年代 虽然相聚千年 但是他们的作品 所传递出的扎根生活 朴实真诚的力量 却如此的相近 这也许正是大师的作品 之所以被人们 传送多年的原因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